一想到小朋友到時會是怎樣 還有自己讀了這麼久的書 自己的夢想會怎樣是達不到 我在IG上經常收到你們的問題 關於我20歲 在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和我現在老公Laurence懷孕的經驗 其實我也有經常說這件事 但從來沒有很深入去表達我當時的感受 和經歷和挫折 所以我也很想用這個video 跟大家詳細說回當時發生的事情 我在IG上把這個問題放在story那裡 給大家一個機會想問的問題 我現在也開了出來 我會選一些比較多人問的 還有盡量回答 但如果我真的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你也可以留言 希望以後的video 都可以再聊聊這些話題 好 我們開始了 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選了一條比較少人問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是怎樣發生的 或者你當時爸爸媽媽怎樣反應 你有沒有上學 怎樣繼續上學 就是這些很practical的問題 但是很少人問 關於我其實那時候的精神狀況 就是我的mental health是怎樣 其實說真的 我當時也是剛剛二十歲 其實真的跟一個teenager 不是差很遠 還是一個小孩子 其實 那時候我一發現的時候 我是好像整個世界倒下來 因為這些事情是你不會覺得會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你只是會在看電影看到 好像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 但是當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突然是很磅礙 你一次過想很多很多事情 你想想你的人生是怎樣 會很灰 還有你身邊的人會馬上跟你說很多事情 那些事情多數都是 你馬上下了兒子去 你的前途會沒有了 當發現的時候 就好像你唯一的選擇就是 要不就不要那個BB自己去繼續讀書 當好像沒有事發生過 要不就選擇要一個BB 但是你的人生就銷毀了 你是完全不會有一個好的未來 那當時我一發現 其實我是在志華 即是港大的圖書館 因為當時其實是就來 Midterm 我在找書 發覺身體有點不妥 那我就有個test 其實我一test完之後 是很驚訝的 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想 我爸爸媽媽會有什麼反應 我怎樣對我家人不住 但是同時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叫我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混亂的 那我那時候 不只是我發現那一刻 之後那幾個月 其實我的mental health 我的精神狀況是很差很差 不停很多事情想 走走走在街上 都會好像發了夢去 想我怎麼辦 我肚子的BB怎麼辦 那個心是好像長期都很痛 很多焦慮 晚上又不是睡得很好 我是會不停的 breakdown 這樣哭 即是一想到 小朋友到時候會是怎樣 還有自己讀了這麼久的書 自己的夢想會怎樣 是達不到 不知道怎麼辦 好像前途都一片蒙了這樣 那所以那時候的mental health 真的很差 而我當時是 很多身邊的朋友不明白 我的選擇 或者覺得我的選擇是錯的 我的朋友當時也很小 也不知道怎樣處理 但是對於一個20歲 剛剛發現了一個 這麼life changing的消息之後 沒有了身邊平時的support 我是崩潰邊緣這樣 不知道聽誰說才是對的 不知道我的選擇是不是對的 就是一個很混亂的情緒裏面 可能現在大家看到 我們的家庭 覺得很幸運 很幸福 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對你人生是一個很好的轉捩點 但其實當時 那一刻 我的精神健康 我的mental health 是真的 我人生最差 最低落的時間 How did you trust Lawrence is serious and will be a good husband or daddy 其實我為什麼會相信 Lawrence當時會 真的會做她說會做的事情 真的會 不遺棄我 不遺棄寶寶 其實我一帶肚子的時候 很多人都跟我說 哇很多男人很壞的 一聽到帶肚子就走 或者說跟你在一起 但其實不是 或者很多很多負面的事情 當時我可能真的小時候 又真的天真 我一向性格都是很容易相信人 但是無法解釋 她跟我說 我每一步都會跟你在一起 我們會有一個很開心的家庭 當她這樣說的時候 我真的相信她 那時候也有人跟我說 可能她抵重你的家庭背景 類似這些說話 知道你以前是英國讀書 真的押你錢 那一刻我聽到別人說這些 我完全沒有這種疑心 我亦都很相信她跟我說的每一句話 我亦都每一刻真的害怕 她會不會突然離棄我們 或者突然我生了一個寶寶之後 她突然離棄了 我要自己一個人照這個寶寶 所以其實我有什麼原因去相信她 其實真的沒有 真的信心 這個是解釋不到的 其實第三個問題 我都很保留說不說的 問題就是 What was the worst thing that someone said to you 說真的 我一知道帶肚子 我是繼續帶著肚子回學的 就是我當肚子是大到 嘩 頂住了 快生了 我也是繼續回大學的 那很多人會說閒話 其實那時候我都沒有得介意 就是不會說我沒有受傷害 但是我都沒有得介意 因為我選了這條路 那都豁出去 但是最傷害我的就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應該是Between Lectures的時候 我坐了在室外的桌椅那裡 在吃東西 那突然我大學一連班 有個同學同一間房間一排的人 因為我以前住的 就走過來 我是看不到她是準備攻擊我的 那她問我 聽說你怎樣 現在的情況 那我也當一個舊朋友 我跟她解釋 跟她說 當時我跟Lorence已經決定了很快結婚的了 我都很樂觀地回答 然後她突然 就說我是一個 然後她說 幸好你生的那個不是女 要不然你怎樣可以交代給她 她媽媽是一個這麼大的 她大了之後 你怎麼可以叫她 不要做那樣子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 但我感覺好像 我很多生氣 感受太大 好像全部都塞在我的喉嚨 說不出來 是啞了 如果我表達不到我那一刻的感覺 她就走了 我回到家跟Lorence說 是 但是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表達出來 我是 又生氣又不開心 又 很激動 但是 最生氣就是 我當時沒有 發聲 但是如果 我現在 可以見到這個人 我很希望我可以跟她說 她當時說的話 很傷害到我的感受 說回這件事 我也有點激動 大家都看到 但是我很希望她 不會 用這種態度 去對另一個人 去傷害另一個人 OK 下一個問題就是 家人反應 和上學面對的問題 我剛剛 已經回答了 上學面對的問題 其實除了這個人 說的那麼差之外 我帶著那套上學 可能那些人會 看著 看著 說幾句閒話 但其實都會接受的 家人反應 我先跟爸爸說的 我爸爸跟媽媽說 我不可以說他們拍攏手掌 這個是說謊的 他們當然對我會有失望 我也有兩個兒子 如果他在20歲跟我說這件事 我也會很驚訝 雖然已經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你會想你的子女 有一個最好的前途 可以找一個最好的配偶 你的腦會有一個夢想給他們 而一個意外的懷孕 還有一個這麼年輕的意外懷孕 其實是沒有父母想的 我家庭比較保守 也比較私人 我就不想透露他們說些什麼 只是我只想說的 還有強調的是 我這麼多年來 現在我們家庭這麼好 如果不是我父母 和我老公父母 我們是絕對做不到的 因為當我和我老公結婚的時候 我的婚禮是我媽媽 一手一腳處理 我的婚紗是我媽媽 和我幾次一起選擇 裙子 我的花球 全部都是我媽媽設計 雖然他們一開始的反應 不是很開心 他們絕對是很愛我兩個兒子 也很為我們前途去想 好 我要繼續去照顧兒子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想更多更新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們IG TheReynoldsFamily.hk 還有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OK Bye!